来卡从这个广告的发布 一个视频广告的发布到现在 我已经看了好几个版本 至少两个版本的来卡的广告 都涉及到六四的广场的影像 熊熊火光中 士兵们 端着枪 还有一些在这个 公寓大楼里面 那么戒严 参加戒严清场的士兵 质问追捕的外国记者 不仅要检查身份 而且要让你交出你的照相机 来卡的这个广告 震撼了中国人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 一直认为欧洲 站在华为这一边 尤其是德国 乃卡如同蔡司一样 是中国人心目中 顶级品牌的 摄像的这种生产厂家 相当的专业 所以我们看到华为 借着这个 莱卡的这个名头 是吧 从现在已经P30了 是吧 从P9开始 华为就一直打着 莱卡的logo 是吧 觉得好像 攀上了一门 父亲戚 在全球范围内 赛斯镜头 莱卡镜头 都是顶级的 对吧 许多人买这个华为的时候 也把 莱卡的镜头 作为一个重要的 性价比的一个 算法之一吧 就冲着这个来的 我看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这个视频出来以后 很多人在 非常开心 认为这个德国 是吧 莱卡公司 还算有良心 4月份正好是 正好是这个 30年前 天安门事件的起源 是吧 学潮的序幕 已经拉开了 当然了 4267论还没到 高潮还没出现 是吧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那么 德国企业能够这么有良心 是吧 做广告的时候 烧带手都不忘 挖苦一下 攀附他的华为 我觉得挺好 这事挺好 然后我看到大家吵了一天 吵了一天 说这个 为什么华为不敢 说话呢 因为 莱卡实力太强 是吧 那么如果 莱卡不给他提供 这个手机摄像头的话 华为的这个高端相机 就完了 对吧 所以华为不敢说话 其实 其实有这种想法 他可能不是一两个 挺好玩 为什么讲挺好玩呢 因为 莱卡是生产高级摄像机和镜头的 他不生产这个 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手机传感器 手机这还算不上镜头 只能算一个摄像用的传感器 仅此而已 那么 华为一直买的都是索离的产品 索离虽然这个手机造的不咋地 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什么份额 因为日本手机 它本来跟这个全世界 其他国家的知识也不一样 对吧 日本韩国都有它自己的模式 那么它有一个强项 就是摄像头这一块 就手机传感器的生产 它目前是全世界第一 没有人可以撼动它的位置 那么 为什么说 索离的这个手机 摄像用的传感器 会标上莱卡的这个logo呢 其实这个莱卡是同意的 为什么莱卡是同意的呢 因为手机所有的成像 它涉及到很多 很多方向 它不仅仅是一个镜头的问题 它其实同样重要的是算法 莱卡在华为有一组工程师 那么它加入了华为的这个 那么它加入了华为的这个 算是合作吧 其实也没什么 没什么缩头 对吧 最起码莱卡是搜钱的 搜钱派了一组人过来 所以也不能说华为完全是催流 只不过呢 大家的意识中有一个误区 总是认为这个 华为是一款顶级的 是吧 民族的自豪 民族的骄傲 我看到有些人帮华为洗涤 是这样说的 说因为华为手机在全球范围里 卖得特别特别好 所以美国人害怕了 现在不跟华为合作了 其实是这样吗 这些洗地的人也是光拿钱 不查资料 胡急八催 说到底一句话 华为不是这么 不是这么简单一个事 华为在整个市场营销的过程中 它都在撒谎 你每次一说到华为是组装加工 是吧 它没有自己的东西 华为马上就跳出来了 不对 我们有一个华为海思 是吧 麒麟服务器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 是吧 最高端的 最先进的 但是它没说 这个芯片它们造不了 它们是委托代工的 它们只负责设计 对吧 它没办法生产 所以它请别人帮它代工 那么海思的框架 前两天我说过了 是吧 买的是软银的 软银收购了英国的这个 AMD公司 是吧 整体 整体算下来 华为没有什么自己能拿出来的东西 好像现在有三个 就它自吹啊 能算它这个国产化的 第一个就是它所谓的芯片 这个东西只能说设计是它 但是生产呢 委托外人 是吧 你可以说委托给台湾的代工厂 对吧 台湾的代工厂 它也不是自己的技术 说到第一句话 它就是代工 什么叫代工 仅仅生产 没有专利 知道吧 就这么个东西 如果说哪一天美国企业 英国企业 不给台湾的这些代工厂 授权了 台湾的这些代工厂 也就没有能力 为华为再生产芯片 即便 即便说 你说台湾回归了 是吧 跟大中华一家了 没有原料 对吧 所谓的这些芯片的代工 也是不可持续的 这就退一万步说的 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没有的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说 华为的这个手机屏幕 现在有一部分是国产的 低端的还好说 低端的还好说 确实有一部分国产化 高端的呢 高端的又涉及到这个三星了 是吧 三星的折叠屏了 又是一个笑话 其实华为真正能够 国产化的确实有 电池 比亚迪电池 比亚迪电池确实占了 华为 这个供应量的一部分 这个可能会 逐步上涨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有很多人都说了 这个华为被称作为中华的胶 很多人把它吹嘘为中国的胶 制造业高端 一个顶级的品牌 为什么只用国外的这些零件来组装呢 其实不仅仅是华为 中国所有的手机都这样 除了500块以下的 好一点的手机都得进口原材料 中国干的就是组装加工的这个买卖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看不懂吗 还在那吵 他就算不是莱卡的 是不是 他就是索尼的 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他骗了你无数年 未来还将继续骗你 对不对 所以莱卡发出这个 涉及到六四的广告以后 华为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说 不是因为他害怕 莱卡不给他供货了 而是害怕莱卡直接发一个公告 不与他继续合作 摄像头的算法 那华为引以为要的 所谓的莱卡相机 莱卡镜头 是吧 专业的顶级的 他广告词 第一句话就是莱卡四色 是吧 四个摄像头 那P30的销售宣传 还得改版 是吧 得连夜改版 得把这个主推的东西 搞完了才行 而且呢 四月头他已经发行了 已经面试了 我看了一个星岛日报 上面主推的就是 莱卡的四色镜头 很多人为他站台 为他做了广告 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他能说以往骗了你们 我们只是跟莱卡 合作了算法 所谓的莱卡 摄像头 有部分 是吧 不太诚实的 宣传的水分 怎么解释呢 华为有很多东西 是不能摊开说的 摊开说 它的背景是什么 是吧 美国国务卿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对吧 它只有1%是任正非的股份 剩下来99%不知道 应该是中国的国资 对吧 那这个问题可能要专业的人去研究了 毕竟它不是一个上市企业 它没有对外公开信息 我们既无法证实 这一方的公认 真的是华为的 除此以外 你想找到华为的影子 那只能找促销团队了 是吧 在他们宣传的缝隙中 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丁点 属于华为自己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 再见